同学们好,接着我们来看本章的第七节 比较信息 第十九章第七节的内容 四个字,老师给大家翻译一下 比较信息呢,它打开它的内容是指两个 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写的五个考点当中的 第四个考点 叫对应数据 还有一个呢,叫比较财务报表 它们合起来叫比较信息 所以我们看到十九章第七节的比较信息 马上反映它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对应数据,一个是比较财务报表 那么这两个内容的背后呢 就是我们CSA 1511号准则 就是1511号围绕审计报告的准则 那刚才老师给大家说到的比较信息 它是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对应数据 一个比较财务报表 对应数据 它有一个含义呢 就是对应于我审计的2021年度 那它的对应数据是指什么呢 1月1号的数字 1月1号的,我审计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1月1号的,当我们是连续审计的时候 它就叫对应数据 当我们首次审计的时候呢 1月1号的,它就叫七出余额 无论是七出余额或者是对应数据 它构成了我一年度 一个年度的财务报表本身的内容 就是说1月1号的数字 当我们是首次审计的时候 它叫七出余额 当我们连续审计的时候 它叫对应数据 但是它本身是一个年度财务报表 包含的内容 好,第二个内容呢 叫比较财务报表 它就不止一个年度 它实际上是指一个以上的年度 在现实当中 大家可以把它类似于什么呢 IPO的审计 如果对一个首次发行股票的公司 去审计的话 它要求连续审三年的 三个年度的财务报表 所以我们把这个呢 叫做比较财务报表 那么如果我审计 2021年度 这是叫什么呢 叫本期 那上一期呢 就有2020年度和2019年度 等于说 这个比较财务报表的时候呢 它就有一期或者是多期 它就有多期了 所以呢 我们把本节的内容 给大家比较信息 给大家做一个翻译啊 就是我们要听懂 这一节在讲什么 它是背后是准则的 一种专业表达或专业术语 除此之外呢 我们学到17章 19章第7节了 还有几个内容 要给大家做一个温故 或者是区分 等于说我们整本教材当中啊 在第三章第一节 有一个概念 叫其他的信息 它对应于什么呢 它对应于会计信息 我们说其他的信息 它对应于会计信息 我们本节的内容呢 请注意19章第7节 它叫比较信息 当然打开包括对应数据 和比较财务报表 还有一个呢 19章第8节 它叫四个字 其他信息 它对应于年度报告 不叫年度财务报告 叫年度报告 除了以审财务报表 和审地报告之外的 所以我们学到19章第7节了 不免就会有一些概念 在骚扰咱们 我们始终保持一个 精神的认识 对 如果你看到了其他的信息 它不同于19章第8节的 其他信息 如果我们说比较信息 它就是我们19章第7节的 对应数据和比较财务报表 各位同学 这些概念分别在教材的哪里 什么环境当中 我们要搞得很清楚 否则我们就会陷入一种 混乱的状态 当我们的单选多选 简达综合题 涉及到这些概念的时候 涉及到这些概念的时候 它的位置在哪里 它在我们教材的哪里 咱们平时呢 都要把它有 做一个有心人 把它都精准的掌握 好 这说到19章第7节 我们越往后面学 它就有一种什么 它不一样的 它就要跟前面的有关联 跟后面的有关联 我们要瞻前顾后 打引号 是的 好 除此之外呢 本节的内容的考点 老师给大家的是五个考点 五个考点呢 还要理解 比较信息 它就相当于 在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我本来审计的是年度财务报表 1月1号到12月31号 相当于一个特别考虑 我审计的是这个报表本身是一个整体 我还要特别考虑1月1号的 我对1月1号的这个数字 我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的责任不是对1月1号的这个对应数据 行政结论发表一件出处报告 我发表意见的整体是整个财务报表 所以相当于一个特别考虑 还有我们在前面的准则 或者是教材的内容 主要是谈年度财务报表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也是年度财务报表 但是如果你同时审计连续三年的财务报表 那相当于是一个特别考虑 所以为什么这一节的内容叫比较信息 我们一层一层那就把它 把它的面纱揭开 对 在我们本节内容学习的时候 这个对应数据和比较财务报表 咱们不要去 他们有什么关系 尽量不要去说他们的关系 它就是两个事情 我们各就位 对 好 那当然本节的内容 什么叫比较信息呢 老师已经开始跟你翻译了 它是包含这两个 但是这两个都和我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有关 是的 我们如果说发现对应数据和比较财务报表中 有错报 我有什么要求呢 这就是我们第三个考点 因此呢 十九章第七节的比较信息 本节有五个考点 那么在我们最近五年的考试当中 在我们简答和综合题里设计到两个主观题 我们会在本节最后给大家打开这两个主观题 好 下面呢 非常建议大家按照讲义的内容展开 咬文角质 对 比较信息的概念 我们似乎有一点感觉了 它是包括对应数据和比较财务报表 对应数据 注意 它就是对应于你十二月三十一号 我们审计的是年度财务报表 对于十二月三十一号 那个一月一号的就叫对应数据 第二个呢 比较财务报表 比较财务报表呢 哎 它就不是一个年度了 它就是我针对2021年度 哎 我们叫本期 我们对2020年 2021年度叫本期 那么它还有还有2020和2019 那个叫什么呢 以前期间 如果我审计本期 是2021 那么2020和2019 比如说2020 2019 针对于我2021年度 本期来讲 它就叫以前期间 因为我们都知道 时光 时光是 于长江 后浪推前浪 一江春水向东流 不可能会回头流 我们也叫覆水难收 对不对 一江春水向东流 长江后浪推前浪 时光是飞逝的 时光是不会再回来的 所以我们在比较财务报表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有一个时间节点 你站在什么时间说话呢 我站在2021年度 我在审计2021年度的报表 同时我还要审 2019和2020 我在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假定我是2022年3月5号 出的审计报告 我同时站在2022年3月5号 我要出2021年的财务报表 的审计报告的同时 还要出这两年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三年的报表 不是说在2020年初19年的 2021初2020年 2022初2021年 不是的 它是同时要审计多期财务报表 对这多期的财务报表 审计意见可能不同 但是我都是在2022年3月5号 出了这三年的财务报表 它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 好 所以无论我审计的是一个期 一个期限 一期 还是多期 我总要站在某一个时间节点 我站在什么时间节点呢 本期 本期是指我2022年初2021年的 我审计的2021年度的就叫本期 所以就有一些概念叫上期和本期 好 我先打开 打开你看 对应数据作为本期的上期 比较财务报表 与本期相关的上期 所以我们待会就打开它的内涵 定义的时候呢 它就有一个时间节点 你站在什么时候呢 我站在审计的当下的报表 是2021年度的 2021年度的报表 就包括1月1号到12月31号的 你是审计一期吗 就是你审计的是2021年度的吗 这就叫一期 如果是一期的话 好 那我这一期的报表 就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可是这个1月1号的是什么内容的结果呢 是上一期的 好 如果是比较报表的话 我审计的本期是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同时我要还要出2019和2020年度 这个叫以前 好 我花了一个时间走 咱们本身理解它的内容呢 我们再来看它的文字 比较信息这个定义呢 它就归纳总结 包含了一期或多期 所以我们有了 把它的面纱揭开了以后 我再来看 它把面纱蒙上脸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我们可以透过它的面纱 去看它的内容 所以大家看过很多的武侠小说 这个江湖的人士 特别是女士和高人 江湖当中的女侠 他一般就是把 戴一个帽子 然后把那个面纱 把头蒙住的 对不对 是的 很神秘 这个很神秘的 戴一个面纱的人 一般武功是很高强的 对 武功很高强 他才戴面纱 比如说刘老师 我就不用戴面纱了 我就是平凡的人士 不是江湖里的女侠 对不对 是的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信息 就是女侠 不是女巫 对不对 女侠 她就是像一个 女侠一样的 很神秘 好 我们把这个面纱给它揭开了 我们知道 好 那么比较信息是包含于财务报表中的 这句话你要翻译 其实说的1月1号 就是包含在财务报表中言外之意 财务报表是包括1月1号的 牛老师真的只是给你做翻译工作 对 好 符合会计准则的 与一个或多个以前期间相关的金额和披露 金额和披露就是报表的某一个项目 他多少财务报表附注当中该说的说了吗 因为我的财务报表不仅包括表类的 还包括财务报表辅助的 我的天哪 他真的是有神秘的面纱 对不对 比较信息就像武林高手江湖里面的女侠 他戴着一个黑色的帽子 蒙上了一个黑色的面纱 还像那一个斗篷 然后穿了一袭黑袍 然后走路他不走 他全部是飞 他从这个树上从哪里一下子飞到山谷 再从山谷里一下子直升到云端 他就是这么有一个有功夫的 这样一个女侠的感觉 好 这个画面我不给你涂掉 你把它听懂 为什么要听懂 因为真正的在考 考场上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如果还不清楚他 那后面的题目就没法做 对 我刚才讲了 比较信息 我们揭开了他的面纱 有的同学说 老师他是不是去抢银行的 然后脸上蒙了一个帽子 或者一只一个黑色的带子 对 把这个抢银行的这个 这个叫抢劫犯 把他的面上的那个蒙的给他揭开 发现有两种 第一种叫对应数据 第二种叫比较财务报表 好 那么对应数据呢 他说本期 刚才老师举例了 2021年度 2021年度 他包括1月1号和12月31号 没人不懂 他包括1月1号和12月31号 这就是本期哦 我审计某一年度的财务报表 那1月1号的是什么时 他这个1月1号的数字 或者他的金额和披露 反映的是什么呢 反映的是上一期的 是2020的 我审计的本期是2021的 我2021年度呢 就确实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这是我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 可是1月1号的数字 是从上一期节转的 它是反映上一期的 经济业务的结果 在上一期会计政策下 反映上一期的经济业务的结果 按照会计准则 对如果这个1月1号的数字 跟我12月31号的数字 不相关 不一致 那我就要调整 在我们快递里面 1月1号开始采用新的 那么虽然这个1月1号的数字 是从上一年节转的 但是从这一天开始 2021年度的 12月31号是按照新准则的 那你1月1号的呢 是上一年的结果 跟本年度的快递准则不一致 快递政策走了变更 那么你这个1月1号的数字 你不调整就是错误 对不对 本来呢 你这个数字1月1号的是 根据上一年节转来了 节转没问题 可是1月1号的快递政策调整了 你这快递政策调整了 你1月1号的数字 跟上一期一模一样 反过来是错的 哦 很神秘啊 是不是 对 好 那么对应数据是指 作为本期财务报表 组成部分的 眼外之一 本期财务报表 就一定包括1月1号 和12月31号 我们资产负责表 一定要包含两期 不能只有年末 一定是年末加年初 对吧 年初就是1月1号 它是有画面的 1月1号是上期的金额 和相关披露 那么这个1月1号的 就是我12月31号的 对应数据 你要跟年末的 本期的联系在一起 它是跟它相关的 是一致的 可比的 可理解的 对 好 与其说 看这些文字 我还不如同时画图 我画时间轴 对 那我们说 比较财务报表呢 大家看 是未来于本期 本期就是指什么 2021年度 相比较 而包含上期的金额和披露 下面我们就要来看 你到底在干什么呢 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 我不就是ABC事务所吗 我不就是承接了一个业务吗 假公司 上市公司吗 我承接了什么业务呢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承接三年 这个IPO的业务的可能性 是比较小的 我们考试的时候就考一年呗 你是考 你考试的时候就是考一年 你是承接了一个年度的财务报表 还是承接了一个三年 连续三个年度的IPO的 审计的财务报表呢 那无所谓了 对不对 好 那我讨论比较信息 就是一月一号的 一期或多期的 那我一月一号的 也是我整个年度的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是不会对一月一号 我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 我不会对一月一号的数字 形成结论 发表一件出局报告的 我是对这个年度的 财务报表形成结论 发表一件出局报告 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我们从第一章 第一节财务报表审计的 概念当中就说清楚了 对不对 是的 好 那我们说我们的责任是指什么 就是你对比较信息 或者你对对应数据 比较财务报表的责任 好 那我们说 首先我要承接这个业务啊 我承接的一个业务 就是对这个一期的 财务报表 行程结论发表一件 出局报告 我不是专门对一月一号的了 对 好 承接了 承接了以后呢 我要委派 全世界最著名的 那个A住的会计师 审计甲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我是对2021年度的 整个的财务报表 行程结论发表一件出局报告 我不对一页一号的 好 这是说一期 一期报表 如果是多期呢 多期不就是比较财务报表吗 多期的 你是对这个多期的 比如说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的报表 行程结论发表一件出局报告 你每一期的结论不见得都是无保留 是什么就是什么 对吧 言外之一呢 我不对一月一号的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理意识翻译一下 我们再来看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 决定他的责任 这个报告的责任 好 我们来看 我们的目标始终不变 我们要 获取充分之当的证据 确定财务报表中 这个财务报表可能是一期 可能是多期 包含的比较信息 是否按照什么什么什么编制和列保 是不是 按照 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各位同学 这个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在多期的情况下 比如说三期 他的会计准则本身也在变化 你2021年的就符合当下的会计准则 那你2020年的呢 就符合2020年的会计准则 你的会计准则变了 你不能说前面的数字都是错的 是不是 对 适用的 还包括会计准则 假定说他一直没有变化 如果变了就当年 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就按当年的来 对 你按照当年的来 你如果按照这个会计准则去确认计量列保 你就没错 他就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按照什么呢 住在会计师的报告责任 出报告 我的报告责任是对这个年度的行程结论 发表一件出具报告 在这里大家多听一句话 如果是你审计的不是通用目的的 是特殊目的的 那么大家注意 他的审计准则就不是1500号的 他是1600号的 我们是不会考的 因为本教材是把它删掉了的 你就不用管它了 我们讨论的 无论是一期的 还是多期的 我们都是上市实体 整套通用目的财务报表的审计 在这里不用钻牛角尖 有的小伙伴是在事务所 夏末组 他有 他成绩的业务呢 是特殊目的的 他的审计准则就是1600号的 我们现在19章的审计准则都是1500号的 OK 那我的责任呢 请注意 如果你审计的是一年度 一期 那我就审计意见 我只提本期 我不会提到 1月1号的 我是对2021年度的利润表 限定流量表 股东权益变动表 2021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责表 发表意见 我不会对2021年1月1号的 对应数据 行政阶段发表意见 本期 本期是审计报告当中的 我们审计了什么什么 ABC公司的财务报表 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这就是本期的意思 如果是比较财务报表呢 审计意见 提及的是 你审计的是 2021 2020 2019 你都要提 你就要审三年的 对不对 如果你审三年的 你就要提哪三年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对 比如说 你审计了三期的 你就会说 2019年 12月31日的资产负责表 2021 20年 12月31日的资产负责表 2021年 12月31号的资产负责表 当然还说 2019年度的 2019年度的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股东权益变动表 2020年度的 等等 你就要 有 有 几期 你就提几期 对应数据 不用提 1月1号 对应数据 就是 1月1号的 1月1号 是我们 2021年度 财务报表 本身的内容 就不用提及了 对 就不用提及 对应数据 只提本期 他言外之意 不要提 2021年 11月1号 懂了吗 yes 下面我们来看 本节的一个 很具体的问题 哎呀 比较信息 包括对应数据 另一种情形 叫多期的财务报表 他有没有 重大挫暴呢 那么如果出现了 重大挫暴 大家看 本期财务报表 的比较信息 有重大挫暴 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本期财务报表的 比较信息 出现了重大挫暴 要看 上一期 这情形 大家看情形 省记了吗 省记了 注意啊 要要文教制 因为你 你在十九章 第七集了 各位同学 你也像一个侠客 你与 女侠对话 或者你跟那个 女巫对话 你也是 有段位很高的 这个江湖人士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来看 他在说什么 上一期财务报表 存在重大挫暴 注意啊 该财务报表 虽然 省记了 谁省的呀 没说 看到啊 虽今省记 但住者会计师 这个住者会计师 是指谁呀 上期的 有上期就有本期 本期是谁省呢 爱狗子 上期是谁省呢 汤姆省的 但住者会计师 未发现 未在 上期的财务报表中 出飞舞 爱狗子厉害 爱狗子发现 他省记 2021 他发现 2020是 汤姆省记的 所以我们说 本期的财务报表的 比较信息 1月1号 是错的 翻译清楚了吧 对吧 第二 上一期 财务报表 存在重大挫暴 上一期 是2020年度 这个财务报表 未经 省记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是首次省记 知道吧 那比较信息 1月1号的 那当然有错 他从来没省记过 你就是首家 你就是首次省记 明白 好 你为什么会出现 错报是什么 情形 比较信息 还有错报呢 他的情形 第一种 上一期 虽然省记了 有可能是 谁省呢 有可能是 前任省记的 前任 省记的 他没查出来 他放水 可能吧 可能 还有可能 就是我们事务所省记的 是谁省的呢 Tom 然后你是谁呢 你是二狗子 Jerry 是不是 好 Jerry也比较厉害 Jerry发现 他在省 2021年度的时候 他发现 2021年 1月1号的 这个对应数据 是来自于 2020年 12月31号 2020年的 财务报表 有重大错报 这个Tom 没发现 他没有针对上期出飞舞 他出了五宝流 这个Tom 坑迪 对不对 好 上一期呢 存在重大错报 但是呢 这一家公司呢 从来没有经过 住的快递室 省记 你二狗子 首次省记 他也是第一 第一次请住的快递室 省记 那比较信息 为主更正 好 还有 第三和第四 上一期 不存在重大错报 你1月1号的 跟上一期的 有重大不一致 是错报 yes 第四种 上一期不存在错报 什么叫上一期 不存在重大错报呢 因为上一期的 报表的项目的 金额分分裂列报 符合会计准则 上一期的 符合会计准则 就没有错报 但是 你上一期的 数字符合会计准则 但是呢 我1月1号 我本期1月1号 开始 比如说准则变了 那你的1月1号的数字 就要调 你没有恰当的重述 那等于是错吧 那怎么办呢 是比较信息 是1月1号 可能是2021年的 1月1号 可能是 这个1月1号 可能是 这个1月1号 要么一期 要么多期 好 那我二狗子 我省记得本期 2021年 我注意到 比较信息 存在错报 那你说 我就确认呗 我追加程序 或者充分适当的证据 到底有没有错报 有错报 我们提醒他调整 更正 他不更正 就叫未更正错报 未更正错报 重大于否 我对 我运用重要性的 对这个重要性的杯子 去评价他 怎么评价 当然是案十八章 第一节 好 那我怎么去追加呢 我如何追加呢 打开 如果上一期 已经省记 上一期 已经省记 要按照什么 气候思想 要更正 那上一期修改了吗 修改了 还是没修改 请注意 如果上一期财务 外表没改 然后呢 也未 重新出 审计报告 那证明这个审计报告 就是不恰当的 我对本期就出废物 说明 是一月一号的错误 对本期的影响 好 如果上期 已经更正 也重新出了报告呢 那我看看 一月一号的 跟更正后的 一不一致 如果是一致的 那本期就不影响